我接觸拳擊運動是在我11歲的時候 我爸爸帶我去打博星 而職業拳擊運動就在去年2017年 3月11日是我第一次踏足職業拳擊女隊 因為在我做自己的職業裡面 起碼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影響到我的工作 而在我的工作我處理好了 之後在我的課餘時間裡面 我用我的私人時間去平時做日常的拳擊訓練 分別就是在體格方面要好的體能 因為業餘拳擊的比賽是3回合3分鐘 而職業擂台最基本是要4回合 甚至是12回合的 所以無論在體能方面 以及你自己的對抗性 因為拳擊方面也是比較輕了 因為業餘拳擊是大10盎司拳擊 而職業拳擊是8盎司拳擊 我今次的準備是非常充足的 因為我用了兩個半月時間 每個星期用五日時間去進行訓練 亦都有周長的訓練計劃 例如我們會有一個星期 有三天做對打訓練 另外兩天做技術訓練 而且一個星期至少有兩天的 體能力量訓練 至於今次的目標 希望在我用了兩個半月的時間 來做訓練的期間 能夠在下個月7月14日 這個職業擂台發揮出來 我爸爸對我的影響都很大 因為由他的職業 以及他的興趣都很影響到我 而且我希望我們兩個 能夠用我們的興趣和能力 能夠回饋給我們 可以奮進行動的一些青少年 例如是教他們薄性 來培育下一代